那事不宜辞,比赛正式开始 今天的变题是 李呆还是文傻对人类危害更大 首先我们有请正方一变立论层次 您的时间有四分钟,有请 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我发的立场是 李呆比文傻对人类的危害更大 在理清几个概念 李呆指的是对科学过于狂热 把对于科学的追求放在社会的善恶之上 与现实脱节的人 文傻,我们今天选老僵是对我们很傻 但我们不是文傻 文傻是对科学不懂装懂 不讲严谨的逻辑,不讲证理的人 我方认为李呆比文傻的危害更大 原因超级简单 因为李呆可以使地球毁灭 各位,你们没有听错 这个不是篮球,不是足球,不是乒乓球 是地球 我再次强调,它是一个地球 我决定没有吹水,我也没有大炮 我也没有夸张 李呆最大的武器在于他们的科学知识 奉建王朝数百年,风疏坑乳,虐夺土地 有哪一场的死亡率可以比得上一战和二战 李呆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让人家最原始 一直拥有那种贪念,负邪念,负上千百倍的杀伤力 与破坏力 理学的世界的可怕之处在于人类掌握足以摧毁地球本身 甚至是十个地球的知识与力量 而理代的力量就是他们可以超越所有的教条与伦理,发明与创造 甚至终极的毁灭,创造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请问大家有看过变形金刚Transformer吗? 请问有没有听过机器人的反托,iRobot? 请问有没有看过外星人的导文,Alien vs Predator? 这些可能是很夸张的电影情节 但它确实反映了疯狂的追求科技知识 而与现实社会的善恶脱节的真实例子 为了不断地追求科研精神 理代可以发明拥有人类意识的机器人 导致机器人的反托 为了不断破解基因的秘密 理代可以把蟑螂、蚂蚁都变成人 为了不断突破现有的科学知识 理代可以挑战伦理建造科隆人 科隆人,各位请思想一下 如果在场的人都变成了 你夺我一事吗?黄子中,可不可怕? 很可怕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变成了希特勒 世界毁灭 世界毁灭更可怕 所以理代的破坏肯定是多过蚂蚂的 总的一句,蚂蚂一直都在 人类最原始的开始就是本于情感的去生活与求生 为了生存结合 生育、化地、种植 去结社生活 到后来为了资源而战斗 不过战斗的阶级急剧剧生 毁灭性的提升 正是源于科学领地的一再突破 随着更强大的武器发明 其二,即便不是基于人类本身的意念 理科世界的发明与创造本身 也足以让人类遭遇实际劫难 不断攀升的温度 不断扩大的大气层的扩动 不断上升的海平线 都源于人类无法停下科技的脚步 这不可预见的灾难 灾难,毁灭性灾难 是任何纹杀都不可以做到的 总的来说 纹杀可以影响部分人 甚至半个地球的人 可是绝对不会驱动三分地裂 使地球破皮神毁灭 我即将要下台 在下台前我想跟各位说一句 你带来谁害 地球说拜拜 谢谢 谢谢政方议变 接下来我们有请反方议变 例论成词 您有四分钟 有请 好,谢主席大家好 听完了对方被有搞笑的神词 我们回归一下理性的情绪 先来梳理一下概念 文杀理代这两个词 其实都鉴于网络上的对骂 其概念的起源 就是科普作家方舟子 和知名主持人崔永元 关于转基因食品之争 理代方舟子认为 大量科学证据可以说明 转基因食品不仅无害 而且生产效率高 理性考量下 中国应该推广之 文杀崔永元则认为 老百姓不明白转基因食品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也没有人能保证 长期吃转基因食品 百分之百 一定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 听着就可怕 所以不应该推广 其实听到这 根据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听得明白 文杀不是指傻了的文科生 或者理代 也不是呆头呆脑的理科生 他们指的是截然不同的 两种判断的模式 文杀是理性有缺失 所以做选择时 主要靠感性直觉热血 理代则是感性有缺失 做判断的时候 主要靠理性逻辑实证 前者就像脑残粉丝 后者有点像技术宅男 所以对方便 我刚才给我们靠帽子 说理代呢 就是疯狂的科学家 在此我方第一重反驳 科学家与否 跟文杀理代 文科理科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很多的文科生 比如说经济学家 法学家 他有可能是理代 因为他要讲究严密的逻辑 推导和理性 很多理科生 比如说心理学 或者是天文学的人 眼望无限的星空 他有很多文学上的遐想 所以他有可能是文杀 所以是不是科学家 跟是不是文杀理代 其实没有太大关联 第二重 我方退一万步讲 就算理代 不会出一些疯狂科学家 可我们转念想想 疯狂科学家跟疯狂政治家 谁来的更可怕 谁对人类的危害更大 对方没有说疯狂科学家更可怕 但我就想问了 二战结束 二战快结束的时候 盟军冲进德国 冲进柏林 第一个要抓的 想去逮的人 是希特勒 还是那些科学家 我们审二战战犯的时候 我们最优先去审的 去抓的那些是 二战的那些政治类的战犯 还是去审那些科学家 其实眼下至于 大家都看得明白 我们优先去 都是去搞那些政治学家 所以这个事 跟科学家狂的科学家 真的不算什么 我方再推一万步讲 对方没有说 机器人很可怕 这武器那武器 毁灭地球的力量很可怕 我方承认 因为科学家 的确创造了很多发明 创造了很多力量 他们创造的能力强 对方没有 但创造的能力 本身最起码 它是中性的 中性的能力 有没有可能导致善恶 这个不一定 看谁来用 所以更可怕的是 喜欢使用毁灭力量的人 它比中性的科学发明更可怕 而谁是那些喜欢使用发明的人 毁灭力量的人 有可能是文傻 为什么 我方其实现在才开始展开我方的力论 OK 也很简单 理性代表了人类的长远的利益 而感性只代表意识的情感 是否爽快与否 所以在判断长远利益的时候 文傻不足以带来的名快 就比如说当年的十字军东征 那些想去十字军东征的骑士 一不顾双方军力的对比 二不顾彼此之间长途奔袭 军事劳顿 三不顾 就算我打下来了 我也守不住 第四不顾后方的经济的动荡 两个武器 还是要发动十字军东征 而且发动了不止一次 结果怎么样 几十万十字军死亡 而且还加上了伊斯兰教世界 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仇恨 这个带来的伤害 是不是比本身的骑士 可能会拿到刀枪棍棒 来的其实要危害大得多了 我们再转头看一看中国 中国又发生了什么情形呢 建国之后 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之所以走向罕见的极端 也是因为文傻本身 不够长远地义的这种考量方式 前者饿死了上千万人 文化大革命甚至将中国 彻底拉回到了解放前 其力量是什么 不是什么科学家 我们才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 而是因为那些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贫下中能 越贫越光荣 是要狂热的文傻才会卸了个口号 导致全中国的人一起疯狂 才导致那样可怕的结果 请问这个 跟对方表所忌惮的科学家相比 哪个带来的危害更大呢 所以综上所述 我刚认为文傻对人类危害更大 谢谢大家 好 正方教练行使忠修权 所以现在我们是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是中场提示 两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意思是说,所谓的李呆就是李科的狂热者,是还是不是? 某程度上是 嗯,好 李呆这个字的原意是来形容方舟子的 请问方舟子,狂热在哪里? 你不如讲一下方舟子是谁 方舟子就是这个 坦白说,要研究这个电影,你一定要看原点,不没关系 他基本上就是为了推动转经营,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 他是感性缺失 所以李呆是缺少感性 不是理性狂热 你的定义几点有问题? 第二,请问你,狂热和理性是相对的,还是相应吗? 狂热和理性是相对还是相应? 打我啦 我个人不是很确定相对跟相应,我就是我先进 那我用例子 你不如把这个问题加长来阐述,然后再问 问仔细一点,让大家都明白 十字军的狂热相信荣耀上帝 拜十七八岁的孩子纯洁男孩出去打仗 就保证逼胜这种狂热 请问是缺少理性还是缺少感性? 理性 缺少理性是吧 所以理性原来可以对之狂热的 义和团相信 无声老母上身老子刀枪不入 请问是缺少理性还是缺少感性? 缺少理性 也是理性 所以又和狂热相对了吗? 然后文革那边相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 请大家一起来搞一个大革命,爹娘都砍了啊,那非常好 这是缺少理性还是缺少感性? 没有脑 对 没有了脑中那一部分 理性 谢谢 我再请问这方面有了 如果理性和狂热本质是矛盾的 那为什么你告诉我说,凡是拥抱理性等于狂热 不答没关系 拥抱感性可不可能狂热? 拥抱感性等于狂热? 拥抱感性可不可能狂热? 可能 所以两者都可能狂热 你讲的一系列破坏地球的问题 你再跟我讲,狂热有多可怕? 你有在谈讨,便得要探讨的 缺少理性和缺少感性 我们的第一个们就不一样了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正方恶变旁温反方一变 您的时间长有两分钟 有请 好,云青你好 好,师兄好 我们来接听李克生之间的对话 我想请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请问行恶的人一定是缺乏理性的吗? 行恶的人一定缺乏理性 往往是 往往是缺乏理性 对 像希特勒这样的人 你觉得他缺乏理性吗? 就是非常有计谋 而且是深思谋虑的这个残害整个欧洲的这个 明显他是感性强于理性 理性不足而感性太过泛滥 所以你觉得他其实是感性强于理性的 尽管他其实是深思熟虑根的 计谋多端 OK 我明白了 等下我们再总结说 我确认到这一点 几十万人不明白理性在哪里 好,没关系 我等一下会解释 那我再问一下你 请问今天有理性的人 有理性的人 会不会一定是疯狂的科学家 但可不可以是个疯狂的科学家 外事只有可能 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就说理呆的人也有可能是个疯狂的科学家 对不对 就像人傻的人更有可能是个疯狂的政治家 对对对对 如果我发明一个可以自由毁灭地球的人 一定要是个疯狂的科学家吗? 一定要是吗? 您说的是可以毁灭地球的 如果 因为你刚才发言的时候 说发明可以足以毁灭地球的人 一定是个疯狂的科学家 请问是还是不是 不一定 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就说一个正常理呆的人 不是疯狂的 就正如你一遍说的一个技术的宅男 也有可能发明出核子弹 对不对 海参法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 对不对 您都在说可能 但是没有和文傻人做对比 文傻人有可能 所以我只要确定一下 就是说 里达也可以发明出一个 可以让全世界毁灭地球的东西 我再问一下对方 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 这个时候 是不是特别多文傻 文傻挺多 挺多 是不是特别多 特别多 特别多 那你从哪里知道这个消息呢 历史书 历史书 比如说有谁 1930年 西特多 毛布希 等等等等 好 我得到答案 谢谢 谢谢 双方的 谢谢 双方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 反方二面精品 国乐 您的时间有两个钟 这场比赛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悲剧 悲剧的原因是在于 正方可能没太多时间筹备 对文傻里代的理解根本出错 文傻里代的整个正义是处在方舟子和崔永元这两者的争斗之上 方舟子绝对不是一个狂热的人 但是他因为的就相信说 啊 理科理科理科 他不惜想很多人那种感情 啊 没关系 为了大我之后一堆有的没的 崔永元是相反的 他笨道犯上了很多科学上的基本错误 所以我们说 啊 你这个拥抱人文情怀的呆子 所以一者是欠缺忍性 一者是欠缺感性 而不是所谓拥抱理性额狂热 以及拥抱感性额狂热 所以对方必有的整个理论一起点就开始出错 即便是欠你的理论 你说拥抱理性额狂热 那拥抱感性可不可能额狂热呢 义和方刚才我问了 百道名是感性有于额狂热嘛 对不对 我们看到所谓的文革 也是不是拥抱感性额狂热 所以两者都可能狂热你怎么比 再讲 我们说谁更能够对峙狂热 诶 恰好是缺少理性你才可能狂热 所以我问对方一边的几个例子 他一直说欠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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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说明了理性恰好是狂热的对峙者 唯有欠缺理性者才更可能狂热吗 对方唯一一个比较点 就是对方恶变起路强的 他说不管如何我能够发明很有杀伤力的武器 是理科生对不对 有犯错 今天便题不是说理科或者科学的创造 今天便题是要探讨欠少理性和感性的两种思维模式 哪个危害又大 就算我们说核子武器都好 你怕今天有核子武器还是怕有人一脑子日为了我大民族主义 我按下了核子武器 你怕后子啊 今天有核子武器你懂不懂保障了二战之后的军事平衡 长期和平耶 你怕的是什么各位 而且严格上来讲真正把核子技术把它推倒去武器 这是价值偏施的问题 价值偏施既非理性也非感性的范图 好 谢谢 谢谢也很大二战 接下来我们有请正方二战心理博论 您有两分钟有请 谢谢 其实今天比赛最大的悲哀在哪里呢 最大的悲哀在于对方没有起初投换概念 他投换了几个概念 第一个他其实不是在谈理呆和文莎 他是说感性跟理性 但是我们也有谈原点 我们觉得今天理呆跟文莎的差别在哪里 一个是欠缺人文的知识 一个是欠缺人文的情怀 一个是欠缺科学的知识 他说尽管我们不谈这个纠缠好不好 对方没有另外一个通换的概念更明显 他提出通换什么呢 任何行恶的人都必定是欠缺你所信的 但我们先自问一下经验法则来说 有没有行恶的人是因为太过澎湃日行 就是觉得你是恶人 我就特别讨厌你 我就是特别讨厌你这个种族 我就是要屠杀你这个种族 我就是笨的 我就是疯狂的 我这个小小的国家就是要侵占全世界 而我侵占全世界的风法 方法就是去到哪一个城市 我先接再后杀 以缺乏你没有后代 以缺乏我自己没有后部自由 这种人是不是可以叫 也叫做是一个非常在没有 在非常有理性策略的情况下 而进行了屠杀 而占领世界呢绝对有 所以对方表在推在偷放这两个概念之下 推倒出所有的论点了 而且我们再看一下对方表 我们还有听到什么东西呢 他其实今天觉得任何的李呆 不是疯狂的科学家 其实我方也没有这么说 但是科学家是不是必定是李呆呢 很大的程度上是 而且我方也没有说 任何大杀杀的武器 必定是疯狂的人制造出来的 正如我刚才问对方表一遍一样 1930年代 197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用了绿浮碳 在这个期间 我们还是全不知道 绿浮碳其实是在破坏在我们的臭氧层 其实足以让我们所有的人类得到癌症 皮肤癌 只有70年代以后我们才知道 难道外面领浮碳的那些人 真的是疯狂想要杀害全世界的这种科学家吗 不是 他们就是李呆嘛 他们只是除了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想要创造科学 我是个李呆 我理解他们 所以李呆才是真正危害世界的 谢谢各位 谢谢 接下来是公变环节 我们有请双方三变起立 双方各有两分钟由正方发动公式 有请 请 请教对方 动员国际资源 策划 恶战 逐杀 犹太人 如此精密仔细的希特勒 他是一个感性的人 还是理性的人 成为对方二变所说 我一个小小的国家 他竟然想规范全世界这么不理性的选择 我今天因为讨厌犹太人就想去杀掉他 请问讨厌 以小国大 是一种感性选择 还是一种理性选择 你可以说很多人 理性缺乏 可能不能说他们全部是文杀 只是理方混了下两个概念 有些人傻 可他不代表文杀 文杀必须要有渲染率 有情绪 不懂科学 要假科学 这才叫文杀 然后对方同学的原点没有告诉你这一点吗 今天是不是我们根据是否懂科学来区分理代和文杀 不是 是懂得科学很懂 然后可是不缺乏人文心怀 又或者是不懂科学装懂 偏偏要教授群众 你跟我做事 这才是主要差别 请你告诉我你的原点难道不是这一个吗 理性匮乏导致众人文情怀 和感性匮乏导致科学至上 我放第一 我两个第一没有差别啊 没有差别 很好 那我接下去问 那我接下去问下 这方面 狂热是一种情绪还是一种理性 狂热是一种感觉 可是我们今天谈的重体读师 感性泛酬 所以疯狂科学家的问题不在于匮乏感性 而在于感性太多 我接下去问下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来自定义的共识的话 那请问你在文杀跟理代 理代可能不过现在的情况 比如说二战的政治经济环境 它依然研发出核子弹 可是请问你告诉我 这种注意毁灭性对人类的危害 有什么是文杀可以挤得上 教育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理性放在道德之上是你们理论的一个基点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感性也放在道德之上 我们一个一个来 你说到我们理论的一个重点 我们的重点不是这些理代 它会把研发核子弹自己去按按钮 无辜的中性工具 发明刀具的人说 你不对 然后不去谴责那个用刀的人 所以怎样 审战犯头中全审科学家 和审希特勒斯了 用刀的人用西洋系的人 是普遍下所有的人类 包括理代 请问你为什么他是文杀 按照对方便有这种仇恨科学的情绪 我们不应该进行任何科学发明 因为只要有科学发明 就一定会有伤害 大家回到原始时代就好了 大家互咬咯 不是仇恨科学 而是要理解科学危害 我们要警惕 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为什么CFC之后 我们要对所有未知的物质都更加小心 可是理代他不信人情 他对人文政治 至终环境都不理解 他只专心原发 把科学原则置于一切 自己一切原则之上 这不是把我们陷入极大的危害之中吗 可是最后没有 你们用四分钟的时间 告诉我们理代最大的危害 会毁灭地球 坦白讲 当理代真的按你们说的 会毁灭地球的话 人类怎么会允许理代生存呢 那当然直接就不要科学了 不对 因为有狂热分子 又或者是有未知的恐惧 像CFC 又或者是狂热分子 可是狂热是一种情绪 对方便有 当情绪至上的时候 请问他是理代还是文杀 所以狂热情绪 从古至今一直都有 以前你在狂热情绪 现在你有了核子弹 所以从古至今 你们文杀都在祸害地球 好 好 反方禁止 方秋玄 所以现在有两分钟 中产提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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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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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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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狡猎的恨而做错事 毁灭地球这么极乐的情况 哪怕发生也只会出现在 闻闪的作用之下 好 紧接着我们看第二个解 对方病友有没有发现 你们刚才用的一个理论解简叫做 你们的理代是把理性 放在道德之上 对方病友 我可能可以说 你们是把感性放在道德之上 有没有发现 道德是中立于理性和感性的 一个第三方词语 可是在进行道德选择的时候 我们认为概率上 闻闪更容易出错 为什么 因为道德是判断是非对错 对不对 可是判断是非对错 主要靠的是什么 理性思考 而不是情绪上的 喜爱人文中的浪漫情怀 所以你们犯错的概率更大 更容易走极端 最后第三个点 有没有发现 对方病友出了希特勒的例子之外 根本举不出任何 现实生活中的理代伤害 原因是什么 他们举的全是科幻片 因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太低 可是恐同 十字与宗争 文革十年 每一个都是现实中的案例 故而我方认为文洒更可怕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是自由辩论环节 双方各有五分钟 由正方发动公式 有请 曼哈顿计划正是理代造成的危险 请问你你的文洒怎样带成这种 会破坏地球的危险性 我们只知道 不懂得计算后果 不懂得衡量结果好坏的 那个叫做理性缺少 对吗 没有 包括你刚才说的绿附近 那才好是科学认知不足 所以犯错 对啊 你的例子好像不是谈文洒理代哦 他们来说 爱因斯坦的海森法 发明了一个核子弹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计较 会炸死这么多人 所以对他们没有所谓的理性 一定会计较后果的这个结论 根本就是错误 对没有 请告诉我 曼哈顿计划之所以要执行 是为了要阻止什么事情 他的计划 他纯粹是以科学角度出发 可是要结束战争 那是政治家的事 所以换言之 就是说告诉我们 李呆他纯粹是在科研 可是他的科研导致的危机 什么时候产生 万一代的情况 他不研究 这个危害是不是更大 庄队友 你把二战的恶火 都归在科学家身上 爱因斯坦表示不服 怪我了 说真的 他也挺无辜的 但是你能否认 今天是谁 让我们人类 从掌握刀 到枪 到手榴弹 乃到核子弹 乃到未来 有什么更恐怖的武器 是谁呢 是不是李呆 所有的武器 可能也是用来做防御而已 对方的逻辑是这样跟我讲的 我的健身教练 跟我练得身强力壮 然后我用这身强力壮的身体 去打抢 健身教练 为什么你把我练得这么壮呢 你是最大的罪恶 可是对方便有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到底李呆的发明 可不可以无心产生伤害 请问你一下 CFC的发明 这出现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请问你一下 CFC的例子 是刻画小说吗 好 请问对方表 发现对福听会致癌的是 人傻还是李呆 然后发明进一步新的冷冻计 更安全的冷冻计的 是人傻还是李呆 请教练不代表 你这次告诉我 文傻的人会利用李呆的武器 邪恶的是文傻 可是真正带来危害性的 是李呆 不 我们说实质去破坏的是文傻 你只不过是我的健身教练 这怎么快也关不到他头上吧 那为什么发明核武的科学家 过后要对这个核子弹引爆之后 感到深深内疚 这是为什么 对 他们只是内疚 可是二战审判 战犯的时候 审判的是用武器的人 还是发明武器的人 史上最大恶劫的对犯 排行榜 你给我举一个科学家出来 审判的又怎么样 真正能毁灭地球的 是那些被审判判死刑的人吗 还是那些当所审判的那些教官 跟那些官员的 都不是 真正能毁灭地球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科技嘛 就是核武器嘛 对我们没有意思 一直不要证实这一点 对 对我们没有 按照逻辑来讲 我造了一把刀 你用这把刀去杀人 所以应该抓 我不应该抓您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想追问 文傻和李呆 神更有可能为了荣耀上帝 就让十几万的十字军去送死 抓谁损谁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对方先要论证 抓的这些人都是文傻 为什么对方的概念里面 文傻等于邪恶 文傻等于狂热 对方没有论证 金钱是万恶之源 饿的不是钱 是贪 你拿着盒子弹去炸人 饿的是拿去炸的人 不是盒子弹的发明 这种那早已是零一年的事情 但是我都无此而易嘛 其实我跟对方 没有深入头同一个立场的 其实我更关心的一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对方一直说文傻行恶 文傻行恶 是他他呢 他恶呢 还是真的是文傻到出来的恶啊 无耻这件事情是因为理性缺失 还是因为感情丰沛呢 所以你们文傻到最后所有的恶 都是心中的恶念 那到底端端就在恶 还是在他傻呢 可是是这样的 判断是非善恶 需要理性和思考逻辑 这是你们最缺的一环 所以你比较没有出入啊 所以关键是 对方今天一开始定义的时候 是用理性和感性 来区分理沙格文黛 可是这是正确的定义吗 不是 理沙格文黛这确实的区分 是有没有充分的科学知识 对方一开始就定错 你就怎么论这个经典的立场了 对方好响亮的一记耳光 打在了你三变的脸上 因为你刚才说我们的经义没差啊 对啊对啊 我问你了 我们来看犯错事来检验一下 到底谁才是最大的恶 十字军东征 大家说为了荣耀上帝去杀戮 请问你 这是缺乏理性还是缺乏感性呢 你知道为什么有公识吗 因为对方的杀验啊 突然间转了 零方主编的定义 很明显 所以今天的定义要讨论区分 这两个东西就要看 有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 不要不要离听 请问呢 转了什么 解释一下 不要乱不放手 是刚才嘛 微微学姐告诉我们 我们看理性还会讲 一个是科学自杀的 另外一个是有人文情怀 你们刚才不是在对变环权 达成故事的吗 对 我方三变意思应该是 科学知识的训练 往往有可能会增强我们的理性 而缺少科学知识的训练 往往会增强我们理性不足 他们仍然有相关不实践 而且我 第三次追问 十四斤动争的意思 要不要解释一下 那个我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们知道 不管每一个人 都用理性跟感性 所以用理性跟感性 根本区分不了 带文理带和文商 真正区分的是科学知识 所以对方没有 永远又不知道 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企图引起观众 情绪上的共鸣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 来对待辩论的话 请问对辩论的障碍 是不会最大的 你原谅他 他可能不太理解 十四军动争 我来问一下 十四军动争 如果是发生在二十一世界 你猜一猜 他大概会用什么 应该不是用刀和枪吧 用什么呢 我想来到今天 不可能有十四军动争 因为今天大家都懂得 理性思考 所以说现在文傻少了 可是理带继续存在 规害更大 谢谢 你这是拿人多人少来比 是吗 你是不是要换两个标准 不是拿人多人少 而是比较到底 有知识的 没有知识带来的结果 有知识的 有科学知识的人 就会继续发明这种 有可能伤害我们的人类武器 请问你 CFC就是我们莫名的武器 你现在呼吸着这个空间 就有CFC 你可能就是宅物 请问你一下 这一种这样的情况 是你还是 是危害还是伤害 所以在人类科技 不太发达的时期 会有十几万人的 十几万人的 十几万人都会用 在中世纪的时候 科技依然也不发达 人们靠烧 都可以烧死几十万的女巫 这方面 你会发现科学发展 跟人类的邪恶 毫无关联 烧好几个月 才烧十几万 核子弹不到一秒 就整个地球完蛋 那有没有 哪一个危害性 你还要得认识一下 如果发展在人类的发展史上 任何时候 只炸过一次核弹炸人类 可是我们凭着 朴实的刀枪火柴 一直绵延了几千年的杀人 哪个危害重大 请问还没有等东西 不必有吗 而且更重要的是 核子弹 我们投下去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阻止疯狂的战争侵略 那到底是文傻 还是李呆在做这件事情 对方没有战争 战争不是重点 为什么而战才是重点 对方没有 为了上帝而战 为了种族清洗而战 这种情况 你觉得是一个理性的人 或者是一个爱他会做的吗 对方讲成这样 是因为对方还困在 这些定义里面 他一直用理性的感性 来认为说 Lisa跟文德 应该就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不停地重复重复又重复 而是关键是 大家必须听清楚 对方的定义 其实是错的 好 所以对方没有 你也认为 因为我方定义 理性感性 你方打不过吗 好 我会踩过去 踩一个科学师 请问你 到底发现对父亲会致癌 并且现在记忆部发明 新的冷冻剂的 是科学家 还是你方的文学家 给个指导答案吗 可是 你不知道统楼子 你也不知道骨楼子 我又凭什么信你呢 对方便有 统楼子骨楼子 你都不知道 因为有科学发明 我们今天才能养过七十亿人 不然你今天梁氏失水 一千能源都没有 我们全部都死了啦 所以我们从来 不会抓这些科学家 因为他们发明的目的不是邪恶 可是发明带来的伤害性 确实你没有办法证实 而且他连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你还敢告诉我 他的危害性不大 好 我现在不用理系这个词 我用你们刀 请问一个有科学之志的人 会不会去参与猎女巫的行动 好 有可能 请问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人 会不会参与 无声老母上身我刀枪不如的 一和团行径 我们不会用这样低装的方法 请问你了 你假如只是告诉我 理科的人不会去猎女巫 代表他不会这样伤害这些女巫 可是他当然伤害是什么 是用紫外线让你皮肤矮 因为他有办法造出这样子的科技 请问你 你带危害性更全面 地球哦 你不在这个地球上了 绿腹镜是我的意志 之所以人会发明绿腹镜 误以为没事 是科学知识不足 你举我的意思干嘛 不是科学不足 知识不足 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定义 你有始终太多危害所的空间 你有太多的空间 这就是理呆的危害 对 所以不断发现科学的不足 人类才有进步 请问你 如果没有不使用绿腹镜技术 那个前30年 根本没有冷冻剂和冰箱使用 食物无法储存 人类根本不可能反映到今天 请问没有 这个危害够不够大 可能对方便宜不是科学家 不知道科学有多恐怖 我跟你说 我在尽头发学是干科学这一行的 我刚刚做的一个电邮 他说我两年前 工作的那个小小的纳米技术的 那个material 其实是自来的 他两年后才告诉我 有用嘛 这就是科学的最大问题 很多时候产生危害 是后知后觉啊 所以对方便宜不断向我 强调科学产生的问题 那怎么样 不要科学是 要 我们都要科学 可是你要科学 不代表说 你能否否认科学 对我们已经造成了伤害 他有贡献 他也有伤害 冲突在哪里 好 所以对方便宜也承认 他也有伤 对方便宜看 你看他说什么 你科学家好大的危害 人类最大的危害 可是我们就去 不及去抓他 对方便宜我们人类有病了 对方便宜 那是无心伤害 我们理解 我们承认 我们向前进 这有问题 跟我立场有冲突吗 可是你完全没有认证 科学的伤害更大呀 可是对方 你必须了解到 科学它是今天造成的伤害 可是它不是邪恶的伤害 它是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时候 发现有不足它可以改进 可是当伤害了 那时候已经造成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们唯有承认 所以它是中性的 它不说即是危害 就算是危害 你没有比 你是无心伤害 我是有心伤害 那请问你 你怎么比随大随家 中性又怎么样 一个核武带不引爆 它也是一个中性的 一把刀也是一个中性的 可是你能否认 引爆高华 代表的危害性是大的吗 就算按对方没有说到要警惕 但是我们警惕了 倒是科学发展的速度 还是使用科学的那些人呢 往哪个方向使用它 才是重点 而不是它的能力 谢谢双方念头 接下来我们有请 反方思念进行总结 您的时间有四分钟 有请 大家好 请注意 我接下来的用词 全部用对方的用词 因为我们不是要跟对方白定义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说科学很有可能 有这么大的危险 所以他主张什么 要对科学保持警惕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要对科学保持警惕 是要靠懂科学的理呆 还是不懂装懂的文傻 让不懂装懂的文傻 来让我们对科学保持警惕 这叫做警惕吗 只叫做恐慌 再来 对方便有讲人文关怀 可是什么叫人文关怀 如果一个人文关怀建立不在科学知识上 那你的关怀就是一种错误的偏见与歧视 什么意思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所讲的很多例子 其实他们不是要干坏事哦 那些人是要干好事哦 我为了荣耀上帝去打仗 对我而言我是要干好事 我没打算干坏事 有科学精神的人不会白白死在这种战争上 为了上帝这种东西 为了我们宗教都不同 为了我们肤色都不同 邪容都不同 你杀我我杀你 有科学精神的人知道这是无意义的 有科学精神的人不会去猎女巫 他不会烧死三十几万个女巫 那是无意义的 可是人文关怀会 因为他要保持世间的纯净 他超关怀 当你烧死女巫的时候 旁边人不是在哭 是在鼓掌 因为我们消灭了世间的邪恶 超关怀 缺乏知识 就是这样关怀 有科学知识的人 不会去相信种族优越论 会想要恢复亚利安人的荣光 那是什么 那是没有科学知识的 人文关怀 因为要光我种族 这都是一切暴力的源头 有科学知识的人 不会喊吴王万岁万万岁 喊了他也不信 有科学知识的人 不会相信我们的领导人 我们的党或我们的民族 是掌握宇宙真理的 他不会一天到晚 相信我的领导人 三岁会开车 六岁会撤起 九岁会骑马 只有没有科学知识 又充满人文关怀的人 才说这个领导人千万不能死 除了我热泪的荣光 谁来带领我们呢 人类 对方非我刚刚讲的是科幻故事 它是未来事 我们讲的是过去事 以及进行事 我们所有看到的最残酷的事情 都来自于这些 有人文关怀却没有科学知识的人 我们为什么害怕同性恋 你觉得一个有科学知识人 会有恐童症吗 他会对艾滋病人抱有歧视跟偏见吗 正常的恐惧吗 不会 偏偏是没有科学知识 又充满人文关怀的人 会叫小孩离他远一点 不要被传染 会说上帝已经告诉我们 同性恋是错误的 是病我们要矫制他 这叫人文关怀 懂吗 老实讲 今天这场辩论比赛 对方如果打成这样 其实对方很不利 因为对方已经把他打到反科学 我们本来战场还没有画到那个地方 我们本来讲理性跟感情 其实是一人一半 本来都有路走 他要打到反科学 那超累 因为我们人类活到至今 科学的功与过 真的抵起来 老实说 功大与过 科学的所有发展 你使用它的人 使用到错误的情况下 都是那群有人文关怀的人 我发明了核能 我发明了火药 可以开山披露 可是你人文关怀的人 拿来什么样 杀掉威胁我国家的人 为了保障我族群的纯净 这什么好说的 在这个人类历史上 所有的科学大 它的名字是列在什么殿堂之上 而所有对方那种 缺乏科学知识 保有人文关怀的人 又是列在什么名单之上 坦白讲 对方比赛 你走了一条非常艰苦的路 你看这个场面 反科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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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请 正方四变进行同学 你同样有四分钟 谢主席 大家好 听完你讲稿 差点感动到要落泪 讲来讲去 你刚才很大方的讲 要用我所有的字眼 其实暗暗里就包装了自己的定义在里面 期待我是文傻或者再傻 没有听到你的讲 对方从头到尾跟我们讲什么是文傻 什么是李呆 文傻是傻子 他会相信三岁可以开车六岁可以骑马 然后九岁不懂什么 然后会专门去练女巫 然后人家练他会拍手 所以这就是文傻 而李呆超聪明 不管你说什么 他们因为有知识的关系 所以他什么事情都看得特别清楚 所以这种人没有伤害性 所以还是为会极端会狂热的这些文傻 才是最可怕的人 可是文傻真的是只是傻吗 如果只是傻 为什么不要问傻和李呆呢 要加个文上去 文傻指的他傻的地方是在哪里 只是缺乏了科学知识 李呆他待在哪里 他待在因为他直接待在实验室 所以他不懂外面的世界 没有了人文关怀 这是定义上最大的区别 不是说文傻只是傻 看来你很赞同我的定义 这样我们看看第二个问题了 这时候你就告诉我 你看用刀的人 为什么你不抓刀 而做要抓那个用刀的人 所以其实真正带来危害性的 可怕的还是文傻这一批人 而不是那些呆呆发明 武器的那些李呆 可是各位就好像我讲 我抓毒贩 我一定是抓毒贩的嘛 是不是 我不会抓那批白粉的 是不是 可是真正吸咬的是 吸咬那个毒贩下去 你会上瘾 还是你吸咬那批粉 你会上瘾 是那批粉吗 对不对 为什么我不抓那批粉 因为那批粉不邪恶 如果那批粉只是放在那批 它就是粉而已 所以我们不会抓粉 我们抓的是人 是人 它会带来 它会用粉 可是真正危害我们身体的 伤害我们的是什么 是那批你看不起的白粉 所以我一直强调 文傻的人 他可能会邪恶 李戴的人 他破坏性不是源自于邪恶 可是杀伤力依然很大 再来你的文傻的人 为什么文傻的危害性更大 其实前提是 你所说的所有文傻 他们有权力啦 有地位啦 有影响力啦 这些文傻的人才会有杀伤力 假设我是一个文傻 我在带队这里告诉你 我们出去练礼物 你是谁哦 他就当你是傻而已咯 所以文傻的杀伤力 首先要加上我李戴化名的武器 再来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跟权力 你的文傻才可以发回最大的破坏力 为什么你的文傻要像邪恶 要怕我的 所以我才告诉你 这一批文傻 其实他一点都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在背后帮他 帮他发明武器 还讲 原来这个挺炸人的 我只是发明啦 因为我好奇哦 所以我才告诉你 李戴的人他发明什么 他发明冰箱 冰箱有问题吗 他发明冷气 然后他告诉你 我发明的就是冷气啊 可是他没有发现到原来冰箱冷气 最后会发出一些气都让地球爆炸 然后地球有 是不是爆炸 夸张啊 是有动 可是这个动就足以让我们有癌症 然后你讲 你看 你闯祸了 我讲 我解决 我尽量解决 解决来解决去 解决不到 李戴化名的危害性 是连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的 他自己想要解决也没有能力的 你想象一下 李戴的危害性 是连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 解灵还区 吸灵人 然后吸灵人就会讲 我不能讲戏了 可能十多年过后 我会发明一点 你看你 你等咯 等咯 所以我们才告诉你 李戴他不邪 可是他有下场力 这样我是不是反科学 不是 我只是讲我们要小心一点 我们要小心一点 我们要小心一点 这些科学的东西 发明的时候 想到太激动了 这是这些发明科学产品的人 你要知道他的科学产品有没有危害性 不要看到有发明新事物就很开心 因为可能会伤害到你自己 谢谢 谢谢 谢谢场上四位面手 好 现在是缓冲时间 有请场下的评审 利用这时间投票 再次提醒这是个地名投票 所以请填妥你们的对名 也希望你们慎重考虑你们的判决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